当然我们刚刚这个做完之后 其实这个就已经OK了 只是说感觉好像最后如果再加一个删除H欄 让它更完整 有没有 可以把那个什么部门删除好了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再做一个按钮 其实两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你把刚刚的动物录下来 其实要不然的话你自己写也OK 其实自己写好像比较快 因为其实它只有一行程式而已 我们可以直接在部门这边 直接就怎么写的方法 直接就写一个什么 叫它开头一定一样是Sub 然后按钮一定是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叫部门删除 可能叫一个部门删除 然后Enter一下 OK你会发现它自己会帮你产生这个东西 然后如果你要把H欄删掉的话 其实如果你要针对的是欄 以share里面欄做动作的话 那你可能要想到一个物件 叫Column Column Column 光芙后面都画了 那你就给它一个栏位的名称 比如说叫H OK H栏 当然这个H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数字 比如说这个地方算下来 不过数字有点麻烦 就说你要算出H是第7栏 好像第8栏吧 这边你也可以改成8 不过我个人习惯还是写成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把这一栏给删掉的话呢 那后面很简单加一个Delete就好了 这样子他就知道说你要把H栏给删掉 我们执行看看好了 这样写会比较简单 那你可以录啦 不过录的话他至少会录两行 一行是选取 一行是删除 如果你写的话只要写一行程式 Covents H.Delete把它执行一下 OK的 有没有 再执行 又有了 所以 我们 那最后当然啦 既然有一个Sub 那我就在旁边再加一个按钮 就OK了 不过我的习惯是会把这个按钮怎么样 按钮键复制 然后直接用它来贴 为什么 因为这样我就不用考虑说 它这个大小会不会跟上面的不一样 我把它贴按右键复制之后的话 贴上之后再把它按右键 它这边有个重新指定那个锯齐 那我就重新再指向这个部门删除 然后把这个部门上面的名称把它复制 把它贴过来这样就OK了 好 这样试一下 所以这样就比较完整 删掉 加上去 删掉 加上去 OK 这样的话感觉还蛮方便的 你只要按一下 它就有资料 再按一下 资料就不见了 所以以后我是建议各位 你常做的那些事情 有没有 你就可以利用像这样的一个按钮 那程式部分 当然你也可以用Root 如果有些比较简单 像刚刚这个部门删除 它基本上相对是简单的 有没有 就是一个叫Current H 点Delete 那你就可以直接自己写就好了 这个地方最后请各位把这个把它完成 最后这个把它写完之后 记得存档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存了很多的那个模组 VBA程式 所以最后记得一定要记得 留存新档的地方 一定要记得那个存档类型 一定要选对 不要选错 启用聚集的活业部 然后把它存档 那这一题的话 原则上就先到这里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